大家好,我是李灿 大家好,我是李薛 你没必要这么近,能听到 那咱们现在呢,聊一些别的事情,好不好 聊你感兴趣的事情 你对什么东西最...太空 太空最感兴趣,是吧 这墙上都贴了 都墙上都贴了,有什么呀 太空的太阳,SUN,水星,Mercury,金星,Venus,地球,Earth,火星,Mars,木星,Gubit,土星, SUN,天王星,有没有呢,海王星,Neptune,零王星,Plural 那我问你啊,就是这里头你最喜欢哪个星星 有没有最喜欢的 你叫大家猜是吗 你是写字还是画画 画的 画的是吗,猜一下 木星 你最喜欢木星 你刚才画的是这个木星上面那些气流是吗 嗯,你再仔细看一下 这是大航班 看好 嗯嗯 这是什么,我猜不出来,能告诉我们吗 土星 哦,有土星环 所以你就最喜欢木星和土星是不是啊 对,还有啊,就刚才你说这个事儿有一个问题哈 其实你知道就是冥王星它不算这个行星对不对 嗯 那冥冤星算什么 矮行星 矮行星 那么矮行星除了冥王星还有没有别的这个行星啊 矮行星 就别的矮行星,还有谁 嗯 Series 古神星 嗯 然后神星 马克 马克 嗯 高米亚 认识星 Iris 七十星 嗯 普通就是冥王星 对 那么冥王星为什么会 Series 高米亚 Iris 普通 对对 这是一个矮行星之歌哈 那 矮行星 矮行 这是一个矮行星之歌啊 爸爸 我觉得我的天文知识没有你的多啊 了解的少 那爸爸问你啊 这个冥王星为什么被降级了 爸爸 嗯 你的天文知识比妈妈的天文知识多啊 就所以说咱们家就是你最多 我中间妈妈最少是吧 嗯 那所以爸爸陪你玩 其实还是挺好的哈 嗯 起码我还了解一些哈 跟黎一诚玩 嗯 就能玩的笑的呀 然后黎一诚也知道很多对不对 嗯 嗯 所以好朋友是不是就应该比如说有共同的爱好 嗯 嗯 那怡诚现在在干什么呢 你能给他打一个隔空电话吗 假装给他打一个电话 嗯 打一个你要说什么呢 比如说现在可以进行这种隔空打电话 就不需要你真的手机隔空打电话 你会和黎一诚说什么 嗯 黎一诚 就哦 是吗 黎一诚 嗯 嗯 重复一遍啊 嗯 重复一遍吗 嗯 嗯 可以 默一诚 他俩 都是两个 两拖气的 绕着他 嗯 嗯 哦 就是就是 嗯 嗯 嗯 滴 挂了哈 嗯 就因为啊 你刚才打电话的时候 就是和李一诚说话 声音相对比较轻 对不对 嗯 可能观众朋友们没有听清楚 嗯 你能不能重复一下你自己说的话 还有李一诚说的话 李一诚和你说什么了 嗯 就是 嗯 嗯 呃 就是 我 我再打一遍啊 啊 你再打一遍 好 我听到了李一诚说的话 我给大家说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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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喂 李一诚 嗯 李一诚 木星土星就是两坨气的绕着太阳转了 嗯 哦 就是就是 就是按照你这个说法 李一诚一开始不知道木星和土星是气态星球 对不对 他以为他们是什么做的 木头呢 嗯 李一诚一开始以为木星是木头做的 土星是土 啊 白云做的 水做的 那冥王星呢 以为是光做 啊 冥王星是光做的啊 哇 就是人类现在呢 就除了月球 嗯 还去过哪个星球没有 地球 对 我们人类生活在地球上 你觉得 就是人类啊 下一个应该会去哪个星球呢 除了 因为咱们人类只去过月球 对不对 嗯 你觉得下一个应该去哪个星球最合适 水星的夜晚 水星的夜晚 那冷不冷呀 嗯 穿个棉袄 穿个棉袄够不够 会很冷吧 穿一百个棉袄 穿一百个棉袄 那金星呢 金星能去吗 嗯 热死了 热死了 能能把人烤惊 为什么金星这么热嘞 大气疼厉害的温室气体二氧化汤 啊 会特别特别 不散热是吧 嗯 嗯 他们说就是金星和火星 其实都在这个宜居带上 嗯 对不对 嗯 但后来 他们两个慢慢就是 本来都是金星 地球 火星 三个是在同一起跑线上的 嗯 他们都有可能产生生命 最后你觉得 为什么只有地球 产生的生命呢 其实你知道吧 嗯 地球还是大火球的时候 嗯 金星和火星 已经出现生命过 哦 他们曾经存在过生命啊 不过可能金星人和火星人 已经移民到 其他漩涡星系去了 哦 那你猜他们怎么去的 是坐宇宙飞船吗 他们的科技 通电很发达 嗯 火星老 火星火呀 那些 可能就 火星虎呀 就肯定已经灭绝了 火星虎啊 嗯 火星上以前曾经存在过老虎啊 嗯 啊 你觉得人类以后能到火星上定居吧 就在他生活吧 可以 嗯 为什么呢 一具带吗 哦 他还在一具带上 那么人类因为那个地方 他是大气特别稀薄 也没有氧气 对不对 嗯 那人类怎么在那里呼吸呢 没法呼吸啊 我知道 嗯 把地球的磁场解放 然后让太阳风把它吹到火星那去 然后让火星的磁场变强 啊 就是让 就把地球的这个大气让太阳风吹到火星上面去 嗯 那地球上人怎么办 嗯 所有地球人全移民火星去了 啊 那个时候其实地球已经快毁灭 啊 房子都拿着地 都拿着火星上去 啊 那地球那个时候是为什么原因要 所有地球人都要移民啊 是地球出现了什么很大的危机吗 或者什么灾难吗 当天那个灰心在绕着月球转 啊 对对对 对对 那你觉得呢 是怎么回事 太阳膨胀了吗 嗯 太阳膨胀 太阳膨胀会把地球给吞了不 这都会吞掉距离地球最近的行星 精星 精星吞掉地球还吞不掉 嗯 那地球没有危险吗 液态水急速蒸发 哦 液态水急速蒸发 好 而火星上能定居这个液态水 哦 那个时候不一样 那火星上我觉得还是有点近 你看 火星和金星中间只隔了一个地球 是不是还是有点危险 是不是应该再往远处去躲 躲到更远的地方 你觉得可能吗 冥王星 躲到冥王星上面 你为什么觉得冥王星合适呢 中间的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不行吗 它们都是气 它们是气 气态星球是吗 它们都是四坨气在绕着太阳转 它没法登陆 没有陆地 所以最佳的选择就是冥王星 你觉得那个时候 比如说太阳急剧膨胀之后 变成了红巨星对不对 那个时候冥王星可能就 变成了鱼巨带里头了 对不对 但是也可能水星金星会逃离太阳 也可以逃离 怎么逃离 地球给它们来个引力弹弹 地球给它们来引力弹弹 那地球自己能逃呢 地球自己给自己来个引力弹弹 那它们就变成流浪星球了 是不是 跑冥王星那去 那冥王星就很多人做伙伴了 是不是 很多球 那你觉得那个时候人类科技能发达到 比如说直接移民到别的星系去吧 发达到能飞出银河系了 能飞出银河系了 那个时候应该很远很远 大概什么时候 现在太阳是五十亿岁 大概还得过多少年 还得过 五十一年 还得过五十一年 我觉得那个时候人类要还活着 应该已经超级厉害了 那宇宙非常光速啊 就特别容易 可能还能进行时空跳跃呢 对吧 直接跳跃到冥王星那去 那不是距离太很远吗 对对对 直接一跳 就飞船 就过去了 对不对 比如说 那个时候我觉得要是真的过那么久 你想想人类的历史 才几千年而已 要是人类能有这么多时间去发展科技 它肯定会非常非常厉害 对不对 太阳还早年轻的呢 太阳的年龄 我感觉和我差不多 就不是不是这个意思 就假如把太阳比作一个人 他现在应该就是还是中年人 对不对 他还是身强力壮的 对不对 他还没老呢 只有老了之后才会变成红巨星 是不是 所以人类现在是很安全 蓝巨星还是年轻的呢 蓝巨星还是年轻的